Hello 大家好 我是來自SV China 我叫Joy 我會今天主持SV Young Scholar Award 的一個Introduction和Briefing Session 今天我還有兩位同事 分別是Carol和Alex 他們待會在我講完這一部分 他們就會幫忙做一些demo和示範 在開始之前想提醒大家 希望你們都全部可以聽得到我講話 即是你們插了你的耳機 或者你開啟了你的喇叭 另外我們今天最後會有Q&A的Session 希望大家可以利用我們這個 GoToWebinar的平台 有一個位置可以打你的問題下來 我們這次沒有適時你們舉手發問 需要在這個checkbox上去打你的問題 好 待會兒 因為也想要有多些互動的時間 這樣我們也會有一些即時的投票的問題 會隨時彈出來 我都會通知大家的 事不宜遲就想說一下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這個Session 我們會大約有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然後會go through 一個Young Scholar Award 是什麼來的 怎樣去參加這個比賽 有些什麼要你們去提交 有些什麼要你們去提交 還有我同時就會示範有些什麼GIS的tools 你們可以應用得到去加這個作品 去參加這個比賽 好 先說回這個Young Scholar Award的背景 這個比賽是世界性的 是2012年的時候就開始的 那是我們ESRE ESRE的全名是 Environmental System Research Institute 是ESRE去籌辦的 在去年就有30個得獎者 還可以來自世界不同的各地 每年我們有一個 我們每年有一個 User Conference 就是在美國Saint Diego 但是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知道 飛不了過去 所以我們今年的一個User Conference 都會跟去年一樣 就會是用Virtual的形式去參加的 以往可以去Saint Diego 那個Conference的時候 有18,000的參加者 Virtual的形式 雖然大家還未能夠親身去到User Conference 但是我們去年的參加人數 是大大提升到86,000多位參加者 以及以往要飛過去 以及要登記了 以及有收費才可以參加 根據去年的經驗 我們只要是學生 其實你都可以去申請 跟我們申請免費 都可以去加入這個Conference 參加這次的Yung Scholar Award的學生 他們都可以贏了 都可以去將你們的作品 展示到這個User Conference 可以讓參加者看到的 讓大家看看以往的User Conference 每年的User Conference 我們剛才會在Saint Diego 舉行的 圖中這一位 就是我們ESRI的創辦人 Jack Dingerman 他每年都會花很多時間 跟我們的User 溝通、接觸 以及他會把最新GIS的方向 透過這個User Conference 跟我們的User 分享 照片中這一位 就是我們上一年的Winner Jason 他就交了一個Poster出來 為什麼有這個Yung Scholar Award的呢? 其實我們就很想透過一個比賽 去給一個平台的機會 給我們的學生 去將他們GEO Spatial 他們學到的東西 GIS 應用到的東西 就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就有一個全球性的比賽 我們都希望藉著 今次的GIS 這個Yung Scholar Award 希望大家都可以想一些 跟Smart City有關 如何可以幫助我們香港 可以發展得更加好的一些題材 你們可以想一想 然後就等下會說多一些 要交什麼的作品出來的 那怎樣可以符合資格去參加這個比賽呢? 那首先呢 說明Yung Scholar Award 雖然現在傑青的那個年齡 都不止這裏 但是呢 我們這個比賽呢 始終都有一個 Range 的限制的 那就是 你們是需要是全職的學生 那就是年齡18至30歲的 那另外呢 就是你們可以是Undergraduate 或者你們Postgrad 讀著 或者是上年剛剛畢業的 都沒問題的 都可以參加這個比賽的 那另外我們希望呢 你們交的作品呢 是可以看得到你們 怎樣可以更有效地 那這樣利用到我們ASVI的一些不同的 Web App Technology 和我們一些軟件 那待會我同事Carol和Alex 他們都會講解多一些這些軟件 那看你們會覺得哪些可以有用 用得著在你們的作品上 那來參加這個比賽 其實我們都以往是 德冠亞貴軍三個的獎項 那我們想多一些的同學 都可以有一個recognition 那所以我們就加了三個新的獎項 那分別就是Best Story Map Design 另外一個就是Best Use of Map Sensitive Dashboard 和Best Use of Open Data 那Dashboard呢 就可能大家都不陌生的了 那現在疫情 大家經常都可能會去一個 疫情的儀錶板的Dashboard 那最近有遺封 那其實那裏又可以看到 有哪些區域是遺封了 那都是一些可以即時在上面 拿到這些資訊的一個Dashboard 那其實都是用到我們ASVI的Dashboard 這個Tool去做的 那所有參加的同學 都會我們會頒發一個Certificate給你們的 那雖然今年都不能去美國 參加User Conference 但是我們也希望有多些同學 可以有一個做Internship的機會 所以我們今年新加插的 就是我們會在 除了冠亞桂冠可以去市建局做Internship之外 其他同學 我們都會在那裏看看 有三位同學 邀請你們過來我們ASVI China Hong Kong 的office那裏去做Internship 現在剛才說到 有冠亞桂冠 那桂冠亞冠軍和冠軍 它們的獎項都差不多 不過是輸券的價值 還有今年你們三位都會可以 有一個Virtual Pass 去參加我們Virtual的User Conference 也有一個Certificate 還有三位冠亞桂軍 都可以去到市建局 做一個Summer Internship 還有三位都會獲得 我們Archist for Personal Use的License 是可以用一年的 如果得獎 當了冠軍之後 有什麼可以參與呢? 就是在User Conference 雖然是Virtual 但你也可以在那幾天 跟其他世界各地 贏了Young Scholar Award 的同學 一起出席一些Virtual活動 以及可以展示你的作品出來 這就是去年冠軍得獎的Story Map 這是Jason 看看稍後有沒有時間 如果有時間 我稍後可以開出Story Map 是去給大家看看的 或者大家可以看看 他們用什麼題材去參賽 去參賽 去年冠軍這位 就用這個交通的黑點 亞軍這個也很有趣 看看在香港還有什麼地方 用GIS去做一些3D Analysis 去研究可以建立骨灰安置的場所 第三位 這位同學 他就做一些 跟生態旅遊有關的作品 那怎樣評分呢? 其實我們每年都會邀請業界 以及不同的 在Smart City上面 都會有份量的一些評審 是幫我們去做評判的 在100%裡面 其實有三成的評判 我們就會看看 你的主題 以及你的內容 另外25% 我們就會看看 你的方法 即是你夠不夠 Innovative 你的設計是怎樣的 可能坊間已經 有很多人做過這個題材 做過很多這個研究 然後另外25% 就會看看 你做出來的Story Map 以及要交一個Post 他的Presentation 是怎樣的 最後20% 就會看看 在你的作品裡面 是用了多少 我們Archist的Software 而又用得是不錯的 好 有些什麼要交出來呢 其實剛才說了很久 就是一個Story Map Story Map 待會同事會說 是什麼 其實是一個Presentation 一個方法 你們做完這個Story Map 就給了一條連結交出來 可以參賽的 但是在這裡提提大家 因為以往試過有同學 他們做過Story Map 可能用一些自己申請一些 可能Temporary的License 就變成了 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 這個License 就已經不成功了 所以Story Map 在未給到評判之前 這條連結已經不成功了 所以希望這次大家 現在就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 其實你們如果學校沒有帳戶 你們用不到 或者現在你們多數在家裡 可能拿不到學校的帳戶來用 你儘管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就會幫你們去安排 一個License 給你們去用作 這次參賽的目的 另外就需要你們去設計 一個Poster 你們加一個Soft Copy 就可以了 Size 是A0的 還有這裡也會有一些 就是那個Web Solution Format 的限制 還有交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就清清楚楚 拍到你的樣子 你的個人的照片 背景不要說很多蠟雜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一張可以代表你自己的一張照片 有些東西提醒大家 就是無論是Story Map 或者是你的Poster上面 都千萬不要擺放你的名字 或者你的Department的名字 或者學校的名字 如果需要 可能這個Project是有關你學校的校園的話 你就作出一個名字 去用 那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我們是公平公開公正 可能當中有些評審 會是來自你們的學校 所以希望你們不要讓評審知道 你們是來自哪間學校 希望可以比較公平和公正 另外我們這個比賽 就是一個個人的比賽 我們就不接受 就是一群人一起去參加這個比賽 需要你自己一個去完成你的作品 另外就是 都是不宴其煩 再提醒 如果你們是用你的帳戶 去做這個Story Map 這個Story Map 是需要可以到今年的年尾 都還是用得到的 還有每一位參加者 你就寫一個Story Map 參加一次 就是每一年參加一次這個比賽 還有 所有的內容都要 跟U.S.E.的Export Law 就不會違背 最後就是 我們ASB就會審視 有什麼突發的情況 我們會做一個決定 有些日子 就需要大家記錄下你們的calendar 那天 是4月21日 星期三 在香港時間的6點 我們有一個網址 在上面有一個e-form 你們需要把你們個人的資料 和你們Story Map的那條URL 再加上你們需要寫一張照片 和你的poster 就需要寫上去 然後上載到我們這個e-form 那為免呢 在時教上面有什麼增壓 或者在網絡上面有什麼差勿呢 那就提醒大家 就不要 5點 5點 可能45分 才會寫 那希望你們 做完 就早點去寫 就會安心安全 那至於那個 就是那個result 會什麼時候放出來呢 我們 你們交完你們的作品 我們就會整理完 就交給評審 那評審 就是給完分 我們就會 5月14日 就會放在我們 SVChina YSA的網頁裡 那在下一節之前 還有另外一個比賽 想跟大家宣傳一下 那這個比賽呢 就是政府的科技署 他們去舉辦的 就叫城市創科大挑戰 那他們呢 就希望 就是 大家可以用這些創意的構思 去建立美好的香港 那在這個新常態裡面 他們這個比賽是有兩個的副題的 一個就是跟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有關 另一個就是怎樣保持社交的聯繫 那裡面有小學組 中學組大專院校和公開的組別 那這個是歡迎個人參賽 或者是組別形式去參賽 那大家在這裡宣傳呢 除了是跟 都是跟我們的 Young School Award 一樣 都是講一些 Smart City 的 Challenges 那希望大家呢 在 除了參加這次我們這個比賽 又可以用到 你們的作品 如果適合這個題目 你們都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又或者如果你想參加這個比賽 又想用到 GIS 那又需要 License 你都可以歡迎來找我們 的 好了 那接下來的時間 我會交給我的同事 去做一些Live Demo 好 那大家好 我是Carol 那 我們來這個環節呢 OK 稍微等一等 我們fix了這個technical的issue 先 好了 那大家應該看到我了 那 也看到我們的PowerPoint Science 那接下來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就會是share一些 關於我們 Archis的platform 我們的Archis究竟是什麼 然後我們也有一些 某幾個APP 我們會highlight 給大家 和大家深入一點 去講一下 究竟我們這些APP 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的Data 可以怎樣利用這些APP 去present出來的 那也有我們另一位同事 Alex 就會做一些demo 給大家看 讓大家可以理解到 我們的Data 是怎樣可以share 下去的APP 出來的效果又會是怎樣的呢 好啦 那我們就先講一下 我們一個general concept GIS 是些什麼 其實GIS 是一個很好的technology 幫我們去認識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還有很多不同的範疇 都會利用到我們這個GIS的environment 好像我們Smart City 又或者是我們的Nature Environment 又或者是一些Urban planning的地方 那樣的 大家呢 在這個story map的比賽裡面 很常常會用到我們 Archis Online的platform 那這個Online的platform 是些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 complete mapping and location intelligence platform 來的 上面有不同的apps 不同的data 可以放在上面 讓大家去access 它是我們世界上最大的一個 mapping和data sharing的platform 我們每一天都有過600萬的users 它會access我們這個platform 上面呢 每一天都增加超過一個billion的maps 有很大量的items 也有很多的open data在上面 是讓我們去download的 大家會看到 其實我們的platform上面 有很多的function 有些search的function 一些smart mapping 不同的analysis tool 一些webapps 放在上面 亦都已經有一些resource 放了上去 好像一些living atlas 又或者是別人整理出來的一些data 又或者是我們的government provide的一些open data 都已經放在我們online這個platform上面了 這個也是一個cloud-based的environment 所以大家只需要有internet 或者是有我們的browser 就已經可以access到我們這個platform 然後去用我們這些analysis mapping的工具 大家去做這個story map 做一些 做我們的story map 去做一些topic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怎樣利用我們GIS 所以我們主要都會有四個step的cycle 一個workflow去做 第一個step就是先找出一些適合的data 然後我們就會visualize我們的data 我們data放在我們GIS的system裡面 究竟我們是會怎樣拿出來 怎樣去present出來 我們收拾好些data之後 我們就會去到第三個step 怎樣去analysis我們的data 我們會利用我們online platform上面 不同的analysis tool 去做一些analysis 找出我們data之間的relationship 然後去找有沒有一些特別的pattern 可不可以證明到一些事情 或者一些result可以observe到 最後我們就會利用我們的tools 我們GISonline platform上面的tools 去share我們得出的result 在我們這個情形 我們就會用到我們的story map 去share我們的result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session 都會圍繞著這四個部分 去介紹不同的apps 告訴大家可以利用我們的GIS platform 可以做到些什麼 好,我們第一個step 就是怎樣去找一些適合的data 大家可以自己去收集data 或者上網下載data 這兩種都是我們最常用的data 來源 當我們去下載data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去到我們的Archis open data site 這個就是hosted by我們esery的 這個site上面有大量的data 是給大家免費去使用的 這些data呢 是provide by世界各地不同的organization 你上到這個open data site 你就可以打開一些key rush 就可以搜尋到你需要的data 那如果你說我想focus回香港 香港的data的話 我可以在哪裡找到呢 那你就可以來到我們esery的這個 open geospatial data site 那在這個site上面 我們有超過130層的layer 也會不斷地增加的 那這些data的來源是什麼呢 其實主要都是來自我們的政府部門 譬如LensD、CEDD、TD 又或者一些sensus的data 那我們在datadoc.hk上面有的data 其實我們都會把它變成 我們eseryArchis platform上面 usable的data 然後我們就會放上這個平台 給大家隨時拿下來使用 我們收集data 除了可以下載data之外 亦都可以利用我們的不同的fuelapps 去collect data 那如果我們和兒子有認識我們esery的product 的話 都可能會聽過了 我們有collecta 又或者survey123的apps 讓我們落到fuel site的時候 可以即時收集data 然後即時更新到我們的plattform上面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下載data我們的apps 我們會去我們的plattform搜尋 找回相關的information 那我們collect data 除了用一些現成的app之外 亦都可以利用我們Archis的web app builder 去組裝一些apps 去customize 根據你當刻的用途 去組裝一隻適合的apps 去幫你collect data 亦都可以 尤其是你想有3D data 2D data 亦都可以組裝相對應的map 去幫助你收集data 那我們收集完data之後 第二個步驟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的四部曲呢 第二個步驟 就是visualize我們的data 我們visualize data的時候 我們Archis的plattform有什麼幫助大家呢 那你會看到我們的 Map Viewer裡面 我們的online platform裡面 其實有不同的功能 比如有smart mapping 有一些charting的功能 那如果你有time data的時候 亦都可以利用我們time slider 我們的space time的功能 去把我們的data變成3D 或者一些3D data 加上我們的時間性 就可以變成4D的data 又或者你是想把你的data 作為一個animation的形式顯示 所以我們的plattform也是支援的 好了 剛才聽到我提到smart mapping 這個terms 這個terms 我們Archis的plattform也很常用 亦都是一個很好用的 tools 去幫助大家 把你的data 令到它變得更加presentable 好像現在畫面上 看到我們data 可以用不同的smart mapping的形式 顯示出來一些3D的data 你會看到 有你的point card last dataset 又或者是一些3D model 一些時間性上的data 你用time slider的功能 等等的方式 用不同的smart mapping形式 顯示出來的 這個smart mapping的做法 都是dynamic 和data 是分別的 幫助你 令你的mark是更加presentable的 這裡也是另外一些例子 這些例子 就是我們一些3D mapping的例子 你會看到 我們將一些 比如building footprint 變成3D 又或者是我們做一些urban planning 的時候 又或者是一些point card 就是這樣 這些所有的data 都可以在我們的plattform上 呈現出來的 好了 之後我們就會去到 我們analysis的部分 analysis的部分 是甚麼呢 比如說 在我們的plattform上 有不同的analysis tool 你會看到 畫面上的 就是不同類型的analysis tool 這些analysis tool 就幫助你 可以在你的data 找出相關的relationship 從而作出一個決定 我們接下來的部分 都會再詳細講解一下 這些analysis 是怎樣可以做到的呢 可以做到甚麼的呢 最後一個step 我們第四個步驟 就是share我們的result 在我們這個session 裡面 我們就會著重說 我們其中一個很powerful的sharing tool 就是我們的story map 我們的story map 可以做到甚麼呢 怎樣可以組成一個很漂亮的story map 怎樣可以組成一個得獎的story map 我們就會之後再講 除了你用story map之外 又或者這樣說 我們story map 除了可以加一些maps 其實剛才提到的web app builder 一些web app 也可以加到我們的story map 讓我們的story map更加立體 除了2D的data 3D的data 其實你也可以放進去 一次的share 給你的audience看的 除了web app story map之外 另一個很popular的presentation tool 就是我們的operation dashboard 我們的operation dashboard 其實就是一個dynamic的visual reporting 和analysis的tool 它是web-based的 有很多不同的widget 已經是configure好好的widget 讓大家用一個jack and drop的形式 就可以加進去 你看到畫面上面這麼colorful的 那麼多informations 就是我們一些dashboard的example 好像是accident 我們可以即時看到 什麼位置發生了一些交通意外 我們可以看看 發生了的次數 一些indicator 一些的charting 罪案的charting 又或者是wildfire 究竟有多少的percentage cuffer才受wildfire的影響 這些都是我們operation dashboard 可以做的效果 最主要的就是 它還可以做一個real time的效果 隨著你的data的update 我們的dashboard 也會隨之而update 又或者你是想interactive 我們的dashboard也做到的 那麼我們呢 zoom去我們圈圈的不同的部分 我們的widget也會跟著update 所以我們share 而收集檔 其實有不同的approach 你會看到 你可以由beginner level 去到advance level 一開始你可能會接觸我們的story map 用一些現成的template 再advance 你可以加一些不同的webapp 進去 將你的data 加上不同的widget 就放到你的story map 又或者有些同學 可能很有信心的 懂得coding的 我們的story map 也可以讓你做一個customize的動作 亦可以有兩者 webapp builder 都可以做customize 將它更加去製作到你最滿意的地步 我們有不同的level 好了 講完我們這四個step的flow之後 我們就會focus在某幾個部分 去詳細介紹一些 我們Archis Platform裡面有什麼可以特別幫到大家 我們現在要講就是Archis Solution Archis Solution是什麼呢? 其實它就像一個lesson一樣的 它會有一個collection of maps 又或者是一些guide line 去provide給大家 我們這個scenario裡面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Archis Support 在這些scenario裡面 可以怎樣幫助到大家 首先它是免費的 而且都會 regularly的update 它會有什麼範疇在裡面呢? 你會看到 其實它本身的用途就是 是industrial specific的 它有不同的template和tools 就著不同的範疇去target下去 譬如說大家可能想做一些關於Electric 你可以去Electric Solution看看 或者是做Tele communication 又或者是做一些Urban planning 你可以去到不同的範疇去看看 有沒有拿一些idea 我們Archis的product 可以怎樣幫到大家 你會看到 譬如我們有local government的 譬如你想planning的 怎樣建立一棟新的大廈 對周圍環境有什麼影響 你可以利用我們的solution裡面 不同webapp的步驟 不同solution裡面的scenario 去幫你砌分 大廈高了或者矮了的時候 對附近環境的影響 又或者好像utilities 看看身體的這些電 那些什麼叫什麼 電那些 保持著我們電纜的tower 究竟是高度 對我們的regetation的影響等等 這些scenario 都會在我們Archis Solution裡面找到 你也可以找到相關的apps 怎樣可以幫你 collect data和present data 我們Archis Solution的site 就是這個 solution.archis.com 你去到的時候 你可以找到不同的industry 不同的business lead 例如你想看看 一些planning to sun network path 或者一些新的3D mapping 你可以找到那裡 看看我們Archis 拿一些靈感 我們Archis Supporter 可以怎樣加進去 除此之外 也有另一個resource 就是LearnArchis 你可以選擇你想做什麼 然後看看有沒有相關的lesson 譬如可以幫助 例如你想做3D的 你可以選擇3D visualization 或者像我們 待會兒 我們的同事會展示給大家 Solar Radiation的話 我們想estimate 一下Solar Power 我們也可以選擇相關的lesson 看看我們Archis 可以提供什麼tools 這個好處就是 它有一些簡單的guide line 幫你更加容易掌握 我們Archis的tools 這個時候 我們會交給我們的同事 Alex 他會做一個Archis Pro的demo 這個demo 會幫大家estimate 一下我們的solar power solar power的potential 在哪裏建造這個solar panel 是一個最適合的位置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ex Wong 多謝剛剛Carol和Joy的一些簡介 我接下來會為大家示範一下這個demo 如何用Archis Pro去做這個計算 在香港一個地圖的 不好意思 香港一個地圖的這個 Solar Power的一個demo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screen 我們已經開了一個Archis Pro的software 我們現在想focus的地圖 就是大家在這個中間的大地圖 看到就是煤窩這個位置 在這裡我們就需要用到兩個最基本的data 我首先就開一開那兩個data給大家看 我們第一個需要用到的data 就會是一個 present了一個高度分佈的raster data set 然後第二個我們需要用到 就是這個煤窩的 這個煤窩的 這個煤窩碼頭周邊的building的一個layer 那我們有這兩個data 就可以做完我們一會兒 接下來我們做的這個solar power potential的estimate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所有各個步驟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就會用這個煤窩的dem 去做一個hillshade的geoprocessing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hillshade的geoprocessing tools 在這裡我們就會用到煤窩的dem的raster 那麼我們就設定好所有parameter之後就可以run了 那麼我們run完之後就會出了一個hillshade的dem 這個就是一個新的dem 那麼我們剛剛看到了 在原本的dem上面只有黑和白的兩種顏色 但是現在就把這個白色的地方 呈現在我們眼前就是一個類似山的一個area 那麼我們就可以更加知道這個煤窩周邊的地貌 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用這個hillshade的dem 再去做這個area solar radiation的estimate 那麼它就會幫我們estimate我們有興趣的地方 那麼我們首先在這個soil radiation area solar radiation geoprocessing tool上面 就把這個hillshade的這個raster 放了做成一個input的raster 那麼我們就set回我們的outputraster的名字 那麼之後我們就可以選擇一些time的configuration 那麼我們現在選擇的就是2020年一整年的solar radiation的計算 然後我們需要的hour interval是1的 那麼因為我們想知道每平方米每小時是收集到多少的soil radiation 那麼再之後呢我們都要set回一些topographic的 其實它原本default是會32的 那麼我們選擇16個direction就可以了 那麼最重要呢我們記得了 要去Environments這一部分 因為我們不是想整個現在顯示這個hillshade的area都計算的 這樣會呢用的時間會比較多 我們只是想知道在building這些頂部上面 收集到有多少的soil radiation 那麼我們在environment那裡就可以set回一個max了 那麼這個max我們就會選擇這個煤窩buildings 這個layer 那麼我們set好所有東西 就可以run我們的geoprocessing tools 那麼我們run完之後呢就會出了一個raster 這個就是根據我們煤窩building的這個max 就會計算了去每個building上面 出到你收集到在2020年收集到的這個soil radiation power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做一些篩選了 我們現在的計算已經其實完成了 那麼我們就要篩選走一些適合的位置 以及一些適合的building 那麼我們第一種做的篩選呢 就會是這個 將一些building的頂部 一些roftops是太斜的話呢 我們就要篩選走 那麼我們怎樣去determine那個roftop的斜度呢 那麼我們就需要用到一個叫做sloop的geoprocessing tools 那麼在這裡呢我們就會用到我們剛剛 我們就用到我們剛剛的 我們就用到這個soil radiation的raster 去做一個input的 那麼我們的output就會給他一個sloopDEM的名字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直接run我們的geoprocessing tools 就會出了一個這個area的sloop的一個DEM給我們了 那麼這裡呢我們就可以知道一些深啡色的地方 它的sloop就比較高了 那麼每一個顏色就會分別有不同的高度 那麼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sloop之後做一些篩選的 那麼然後呢第二個我們需要去考慮的一個因素 我們建立一個太陽能板的因素就是它的方位 如果那個屋頂是向著筆的話呢 其實那個日照時間就比較短 那麼收集到的這個soil radiation都比較低的 那麼所以呢我們就撇除了一些屋頂是向筆的地方 那麼我們在這個做這個撇除這個筆的地方 我們需要用到就是這個aspect的DEM 那麼我們想要這個aspect的DEM 我們就需要用這個aspect的geoprocessing tools 那麼它就會基於我們原本一開始看那個煤窩的DEM 然後計算它每一個方位 那麼我們就會得出這個新的aspect的DEM 那麼我們這個sloop和aspect的DEM 下一步就可以用來做幫我們篩選一些資料 那麼我們做篩選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到一個叫做con的geoprocessing tools 那麼在這裡呢 我們就首先就想篩選走一個比較斜的屋頂 那麼我們就會用這個sloopDEM 這個煤窩的DEM去做我們的conditional raster 然後呢 中間這裡我們就可以選擇它每一個cell的value 如果是低於45度的話 我們就保持它 如果高於45度的話我們就不要了 然後呢 下面我們就會有一個input true raster 那就是based on這個soiler radiation的這個 我們之前做的這個raster 去做一些篩選 那麼最後會得出一個新的output 叫做soiler rate s 的raster 那麼我們玩完之後可以看一看我們 我們新得出來這個soiler rate s 的raster 可能大家現在遠一點看就看不清楚有什麼分別的 那麼其實我們zoom近一點 那麼這個就是開了兩個layer的 那麼我們將舊那個未篩選的layer 我們就看到了 其實它是周邊那些building的周邊 一些比較陡峭的地方就已經幫我們remove了 那麼我們做完這個屋頂的一些remove 一些area的remove 那麼我們就可以做下一個remove的動作 那麼我們就需要做第二個篩選 就是想去收集到的日照量 就是大過88,000牙的 如果小過88,000牙的area 我們就覺得他們收集到的能量 它的效率就沒有那麼高 那麼我們就想篩選走它 那麼我們這次就會用回 我們剛剛篩選 即是剛剛篩選完得出來的soiler rate s 的raster 做一個conditional raster 那麼在這裡如果這個raster上面的value 是大過88,我們就會 保留它 那就是based on this soiler rate s 的raster 去做一個篩選 那麼最後得出來的output 就會是這個soiler rate s hs 的raster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一看了 那麼我現在開了之後 可能大家覺得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麼我關掉了原本這個soiler rate s 我們就看到了 剛剛原本有一些藍色的一些方格 或者raster 的地方 就是代表著這些地方是低於800千牙的soiler radiation 所以我們現在用了這個clone的geoprocessing tool 已經remove了這些數值比較低的raster 那麼我們之後就可以做最後一個篩選 就是把我們這個向北的一個 屋頂的地方篩選走 那麼我們就會再用多一次這個clone的geoprocessing toolset 那麼這次我們會用的conditional raster 會是這個aspect的 我們之前建立的那個aspect的一個raster 那麼在這裡我們就會設定 如果它的range 它的角度是在22.5度 和337.5度以內 我們就保持它的data 然後我們也是基於這個soiler rate s hs的raster去做一個篩選 那麼最後得出來的output 就會是soiler rate s hs nn 那麼s就是stand for loop hs就是high soil energy 那麼nn就是no north 那麼我們run完之後就會出了一個新的result 那麼這個就是我們file 想要的一個graster 那麼我們之後就可以將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了 zoom近去一個building的時候 其實去一個building上面有很多不同的格子 那麼每一個格子代表著每一種的數值 那麼我們只想一個building 有一個平均的一個收集到的soiler radiation 那麼我們就需要用到一個叫做sonal statistics as table 的主要processing tools 那麼它就會based on我們這個煤窩的building 這個layer的 那麼它就會將每一個building 根據它的building ID 每一個building有它自己的building ID 建立一個zone 那麼如果那個raster的sell 這些數值呢 是在這個zone上面的話 它就會將它定義為一個 就會將它做一些計算 這樣就可以得出它的平均值 這樣這樣 那麼它下面呢 我們就會設定一個output 叫做soiler rate table 那麼最後呢 我們就會設定我們需要的statistic的type 那麼它有這個maximum、minimum和min 的給我們選擇 那麼其實我選擇了all 那麼我們就可以run這個 主要processing tool 那麼我們run完之後呢 就會出了一個叫做soiler rate table 那麼我們可以開一開個table看的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裡上面就會有107個zone 即是我們有107個building 是會適合我們這個 這個 裝這個太陽能板的 然後每一個building都會有它的statistic 關於這個收集到的soiler radiation 那麼之後呢 我們可以將這個table 就加入我們原本的煤窩的building 裡面了 那麼我們就會用到一個叫做 join的addjoin的一個方法 那麼我們就可以選擇回 我們input table 是這個煤窩的building 那麼然後呢 這個input join field 我們會選擇這個building ID 那麼我們的table 就會用回我們剛剛做出來的table 那麼都是基於這個building ID 做一個mix and match的 那麼我們就可以ok之後呢 那麼我們就可以開回我們這個煤窩building的table 來看看了 那麼現在我們剛剛看到的一些 一些計算了出來的這個statistic的數據 關於這個soiler energy 就已經加入了我們這個煤窩building裡面了 那麼我們要做一次最後的篩選吧 我們想一個屋頂呢 是大於100平方米的 才適合我們建這個 裝這個太陽能板的 如果太小的話呢 我們就會很難 或者收集到的soiler energy 比較少 那麼我們就做一個最後的篩選吧 會用到這個select by attributes 那麼我們在這裡呢 就可以選擇這個煤窩building 然後我們加一個new expression 就會根據它的shake area 然後如果它的shake area 是greater than這個100 我們就會select它出來的 那麼我們apply之後 現在看到了 我們現在在地圖上面呢 有一些buildings已經幫我們select了出來 那麼我們就可以right click 我們這個煤窩building 然後將這些buildings advert出來的了 那麼這裡我們就有一個新的 select了一些適合的一些buildings 那麼這些buildings就會有我們這個statistic的資料 那麼我其實原本已經建立了一個了 那麼我加回我原本做好了那個進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回我們上面的一些statistic的數據 那麼我們在這裡呢 已經計算了一些useable的soular radiation 以及一些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potential的一些數據 那麼我們可以right click它 然後呢開啟statistic就可以看回它上面的數據的分佈了 那麼這些呢就是我們透過這個 這個art.js pro 以及用一些geo processing tools 可以做到的一些功能 那麼我們呢也都將這個剛剛做的一個過程 都應用了在東沖那裡 那麼我們就可以作出一個比較 看看這兩個地方哪一個地方 適合他們的buildings 適合建立這個太陽能板 那麼 那麼這裡就是關於我們怎樣可以用art.js pro 去計算我們這個soular energy 以及找一個適合的地方 怎樣去建立這個太陽能板 那麼我們也都可以把我們這個result 就share上去我們art.js online 那麼我們只要right click我們的layer 然後在這個sharing的位置呢 選擇share as web layer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它share上去我們art.js online上面的 那麼我們把一些summary和tag它 然後呢 你就可以選擇你share給你的organization 還是你public去一個全世界讓別人都看到這樣 那麼我已經事前就把這個layer 就public了上去我們的art.js online上面的了 那麼我就可以在這裡很快地開一開給大家看 那麼這個就是剛剛我們做出來的這個suitable moo wall buildings的這個layer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for東充的layer 那麼我也都做了一個 一個map 就去看這個art.js online上面 看看他們兩個的一個result 那麼我們可以開那個map viewer來看一下 那麼當我們開了這個map viewer 那麼我們就會把這個layer加進去東充這個位置 那麼我們就可以即時可以在這個online上面看到的 不需要開我們art.js pro也可以在這裡看到的 那麼我們也都可以在這個 整完這個map 出來之後 這個web map之後 我們就可以建立我們的dashboard了 那麼我們呢 就會在下一部份 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去建立一個新的dashboard 那麼我接下來就交個時間給Carol 好謝謝Alex 那麼我們呢 剛剛就看了一個很好的presentation 我們的demo 怎樣呢 就是利用我們art.js solution 還有呢 利用我們的art.js solution art.js pro 怎樣呢 就可以從一個download下來的DTM 就一步一步這樣去幫我們篩選好一個suitable site 讓我們去establish一個solar power panel的地方了 那麼接下來呢 剛才Alex就做到這個 把我們art.js pro analysis了出來的result 然後就把它放上去我們的art.js online那裡 那麼我們呢 現在就會呢 去一去我們說一下 我們art.js online上面呢 還可以做些什麼呢 去幫助大家做analysis的 那麼我們呢 就會講一講smart mapping 以及一些analysis tools 那麼我們首先呢 就講一下smart mapping 先吧 那麼smart mapping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一組的tools 去幫助大家去做一些 cattography的setting 的 那麼主要呢 都是幫助大家 把大家的data 去幫他看一看 究竟是什麼類型的data 然後呢 就根據這些不同data的類型 就會做一些不同的mapping style的suggestion 那麼我們就一個smart mapping 那麼他會給你不同類型的style 那麼你選擇這些相對應的style 就可以很perfect地去represent 你的set的data出來的了 那麼例如是什麼呢 那麼譬如說 我們可以呢 放了setdata上去之後 可以利用location的形式去show出來 又或者你setdata呢 例如好像我們現在很popular的一套topic 就是我們的 肺炎啦 我們肺炎的不同的case 發生的位置的時候 在香港的不同的buildings 那麼你想看看哪一些地區 可能很密集地發生了 那麼你可以利用我們smart mapping 將我們這些case的point 這樣就利用一個heatmap的形式去顯示出來也可以 又或者用一個clustering的形式 看看哪一個area 有大量的case出現了 這樣 那麼除此之外 也都有另外一個大種類的一些map style 就是我們counts和amounts 那麼譬如你setdata裡面 除了它的location 在你concern的位置之外 亦都會有一些actribute 可能你上去show出來 給你的users去看 給你的audience 去更加focus 那個actribute 這樣可以用counts和amount的形式 去show一下我們的size 又或者是color的difference 去emphasize我們這一套的data出來 那麼就好像這裡有一個example 你會看到我們一看下去 就看到有三個不同的location 三個不同的城市 然後你會看到有一些wall的network 你會看到由於它用了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線的粗幼度 你可以一眼看下去 就會得到一個idea 就是說 我們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一些地方可能的交通就特別繁忙 一些地方的交通就沒有那麼繁忙 這樣 其實這個也是利用我們smart mapping 將我們想寄送的message 更輕鬆地寄送給我們的audience 去用的 還有 Predominance的一些mapping 你會看到 可以利用我們的mapping 去emphasize我們的value difference 的sum of values等等 又或者你一些time的data 利用smart mapping 都可以連我們的時間性都顯示出來 你可以用顏色 又或者是size 去represent time的feature 又或者你可以用一個animation的形式 把我們的時間顯示出來 除此之外 還有一樣東西 在我們的adjson 又在map viewer上面 都會很適合大家去用的 就是我們的arcade expression 那這個又是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在網上 下載下來的這些data 在用的時候 可能說 不是所有的attribute 你需要的attribute 已經在data set裡面 可能有一些需要你自己 測試出來 你自己加進去的一些attribute 你可以利用我們arcade expression 這個功能 去加進去的 那這個功能 就是用一些簡單的sripping 你就可以加進一些 新的attribute values 而這些計算 亦都是calculate on the fly的 那就是說 即使你不是這個layer的擁有者 你也可以加進一些 你需要的attribute 去幫助你用 那你又不需要每次都問准 Date owner的permission 才去改那些data 你可以自己測試一個copy 然後根據你的copy 去測試一些新的attribute 出來的 而這些attribute 計算出來之後 就可以擺進去 做你的symbology set transparency 做labeling等等的動作 也可以 那這裡有個例子 那這裡有一些的data 那你見到 我們這個case裡面 他就想 將這些2011年和2001年的data 做一個比較 那他就將兩個value相減 然後得出來的difference 看回是正數還是負數 然後就return increase 和decrease 那你就會看到 用這個方式 我們就會開啟一個新的attribute trend 然後trend就會populate 如果我們這個value 在2001年到2011年之間 是增加了 還是減少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新的attribute 去map我們的map 那這個就是我們 Arcade Expression的一個function 也是一個非常好用的function 那在我們iqs online的map viewer上面 除了我們不同的map styling 不同的arcade function 可以讓你加進去之外 還有一種新的map style 那就是relationship mapping 那你會看到這個relationship mapping 是什麼來的呢 那最主要就是 它可以compare兩個data attribute 那你會看到 這裡有個example 那就是一些 應該就是台風的數據 那你會看到 畫面上面就是一些 台風的path 那這些path有不同的顏色 那顏色又代表了什麼呢 其實就代表了我們兩個actribute的relationship 就是我們那個 風速和氣壓的 那你會看到 在海上面 大部分的線條 大部分的path 都是紅色 紅色紫色的 那你看回 其實就代表了 在海上面的這些台風的path 主要都是一些高的速度 快速的移動 或者在一個低氣壓的情況之下 那當它登錄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很明顯 它的速度就減慢了 也是在一個高氣壓的地方 那所以呢 利用我們relationship mapping 你就會很輕鬆地看到 兩個actribute之間的關係 任何一些很明確的關係 顯示出來的 那這個也是一個 很好用的map style來的 好了 那也有些基本的setting 可以讓大家做回 在我們Map Viewer上 Transparency 讓大家做回你的basemap 一些clustering的動作 這樣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如何做smart mapping 如何令你的map presentation 更改善的 那你也可以看回 我們這裡的resources 我們有不同的hyperlink 然後拿到一些help document 一些story map 然後再深入一點 介紹我剛才說過的東西 好了 那我們的rgsonite的map上面 除了我們可以有不同的smart mapping的動作 做到之外 另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analysis這個功能 這個analysis的功能 其實跟我們平時 大家可能上課 用到art map rgsonite的analysis 是非常之類似的 但是我們就把它搬上 到我們online的platform上面 在我們的cloud上面 去run這些analysis 那這些analysis 同樣是可以幫助你 更快速地去看你的data 裡面找出relationship 或者pattern 又或者一些trend 幫你做一些decision的making 那我們上面有什麼 online spatial analysis呢 那你會看到 其實我們那個display的方式 就會跟我們平時 在rgsonite的tubebox 或者art map裡面的tubebox 的形式有一點點不同的 你會看到它會比較像是一種solution-based的方式 去represent出來 譬如你想做些什麼 你就找回我想summarize data 那你就打開那個tab 看看裡面有什麼tools可以幫到你 又或者你想做一些proximity analysis 或者找一些pattern的relationship 你打開雙對應的tab 找回對應的analysis tools 去幫你做的 那就方便 如果大家GIS knowledge 不是特別強的話 也會很容易去找到適合的tools 去使用 那這個就是在我們online platform裡面 一個advantage的地方 那我們做analysis的flow 其實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了 先有data 加了我們online的map viewer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做analysis 那做完analysis之後 你看回你的result 是不是你想要的result 然後不是的話 你可以再rerun analysis 或者fine tune你的data 是這樣的 好了 那我們也有些少少的 介紹一些我們常用的spatial analysis 的raffle 譬如 summarize data 我們可以用到我們 的aggregation 的tools 你會看到 我們畫面看到一些 LA schools的data 可能是一些學生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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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設定所有的quiteria 進去 利用我們fine location 這個analysis tool 又或者 in which layer 這個tools 這個tools 就是做些什麼的呢 這個tools 其實就是幫大家 拿回我們argesona上面的sensus 的data 我們argesona上面 就會有一些sensus 或者population income 那些data 就已經在上面 是讓大家隨時拿下來用的 有不同的國家 這個example就是 是US 香港也有這些data 在上面 你可以利用in which layer 這個就是 拿這些data 加上你自己的setdata 一起去用 一起去做analysis 也可以 一些大家常用的analysis pattern 比如找一個hotspot cootspot 又或者一些proximity analysis 做一些buffer 在我們online的plattform 每個vr都可以做到的 最基本的clipsdata 也會有的 我們有一個統計 做過就是 我們online上面 大家最常用的是什麼tools 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們原來很多人 都會用到enrich layer 把我們online上面 已經有的data 加在自己的data 一起去用 或者一些drive time analysis 因為我們online上面 已經有這個world network 在給大家去用的 大家要注意這些所有analysis 都會用到credit 除此之外 亦都有些charting analysis history 這些功能 都會在我們online platform上面有的 大家都可以explore一下 接下來我們就會說 另一種dashboard 剛才我們Alex也提到 他做完我們的solar radiation 的analysis之後 我們就得出了 煤窩、東涌 裡面有不同的buffetops 都適合做一個solar panel 的installation 我們怎樣把這些資料 塑造出來呢 他剛才就把我們的data 放上我們的artesonline platform 然後就可以變成dashboard 那dashboard是怎樣做 是甚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 web-based的 一個browser的形式的apps 去幫你顯示你的data出來 這個data你可以用來做 一個monitoring 你的access 一些event 又或者一些activities 或者是 提供一些data出來 提供一些data出來 他會提供很多不同的key indicator 不同的widget等等的東西 就放出來 是讓你去用的 那這些widget 都是很容易去config 你只用一個jack and drop的形式 已經可以組成一個 很帥仔的dashboard出來 這個dashboard也是interactive 就是說你zoom去哪個位置 有些widget的information 都會相對應而去改變的 這些也都是很常用的 譬如一些monitor 一些大型的event 我們又會用到我們的dashboard 那麼大家的工作人員 都可以即時看回同一系列的data 同一系列的data 的update都會即時顯示 在我們的dashboard上面 又或者是一些event的presentation 也都會用到dashboard 使用者可以看回 他的interest的位置 看回相對應的data 有一個interactive的效果 我們的dashboard 除了是web-based的browser之外 其實他也是一個responsive的 你可以將他在手機上看 也是可以的 我們亦都有不同的action的動作 可以做到 譬如說follow你的某一隻的features 譬如你想說我follow著某一輛車 某一輛ambulance 去到哪裡 你可以follow那隻feature featureupdate了location 他都會跟著去看那個位置 有不同的pop up可以set出來 不同的charting等等的 你可以看到這裏也是更多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dashboard 可以組成怎樣的樣子 你看到你可以standardify 你的顏色 去match你的organization 有不同的stacking grouping的形式 可以在一個dashboard 裡面顯示很多的information出來 你也可以加一些image 還有一些camera的feed 例如我們 一些即時的路面狀況 也可以加進去 這個我們dashboard 也是會支援的 接下來我們也會請Alex 示範一下我們的dashboard 可以怎樣做 他就會把剛才published 上去Archis Online 上面的一些data 把它加進去你的dashboard 顯示兩個的comparative 出來 我們就讓Alex 幫你展示一下 我們先進去Archis Online 剛剛我已經開了dashboard 給大家看 我現在也重複一次 如何可以在Archis Online 開啟dashboard 這個web app出來 我們可以在我們這個web app 的一個button 上面有齊了我們 在這個adchis online 可以用到的web app 就展示出來 我們就可以選擇dashboard 我們選擇了dashboard 之後 它就會將我們彈到這個dashboard 的一個page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選擇 create這個dashboard 我之前已經create了很多 你也可以在這裡看 也可以根據你已經有的folder 去選擇 例如我這個task的folder 什麼都沒有 我就可以在這裡create一個dashboard 然後我可以把我的名字 例如 Soiler Soiler Energy Potential Soiler Energy 這樣 然後給它一些tec 例如 香港 然後一些簡單的summary 這裡你也可以自己加入 之後你設定好所有東西 可以create你的dashboard 這個dashboard create了出來 你首先 就需要 加上一個 web map 進入你這個dashboard 的 因為所有東西都是 基於我們 這個map上面的data 去做一個 一個display 我們這次 首先 先加一個煤窩的這個web map 我們可以選擇我們需要的一些animate 我們要legend 這個basemap switcher 這些我們可以選擇 這個dashboard 我們之後 這個map已經加進去 那麼我們 剛剛 Carol也提過 有一些indicator 我們可以加入我們的dashblog 我們怎樣去加呢 就是在上面 剛剛我加上這個map的位置 下面就會有一些indicator的 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選擇了這個indicator之後 就可以選擇我們想用的layer 然後在這裡 它就會讓你選擇你想用的一些方法 去present你的indicator 那麼我們就會用一個深的形式 就是根據我們剛剛之前計算過的 這個usable soil radiation的一個value 然後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幫助我們indicator做一些設計 例如可能給我們的indicator 我們可以叫它做這個 Useable energy 然後給它的名字是 Useable energy Energy Early 這樣 然後你可以移動它的位置 選擇一些適合的設定 之後你也可以把這個value的顏色 或者大小做一些改變 我把它變成大一點 然後它的顏色就變成其他顏色 這樣 這樣我最後這個bottom test 可以把這個unit 去 這樣我們基本上這個indicator 就算是完成了 那麼我們indicator加進來之後 我們可以移動它的位置 例如我想把它放在下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再加另外一個indicator 或者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 一個 一個 類似度數的計算 這樣的一個tools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另外一個的 的 Fill 就是我們剛剛計算過的 這個 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Potential的這個value 那麼在這裡 我們也是做回類似的動作 那麼 把名字給它 選擇一下 一些 大小 以及它的位置 然後 你也可以在這裡 選擇 用哪一個形式 那麼你是想用這個 類似一個 一個儀錶的形式 還是用一個 Progress的形式 去Present 那麼在Progress那裡 我就想用一個 Circle的形式 然後可以選擇 一個 Circle的顏色 這樣 你就可以做自己的一些 設計 那麼 之後 基本上 這個 儀錶板 這個 Vickage 就已經完成了 那麼我們也可以把它移動到下面 那麼 那麼 但是現在呢 我們看到了 我們在這個煤窩的 Map上面 我們 zoom in zoom out 那些數字 好像沒有什麼 Interactive 和這個 Carol剛剛說的 可以Interactive 有些出入 那麼其實呢 我們就需要做多一個動作的 那麼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 令到我們的 Intercator 和我們的 這個Map 會有一個Interactive 那麼我們就需要 去到我們的Map上面 然後按這個 Configure 那麼 那麼在裡面 我們有一個 Map Action的Session 那麼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 調整我們需要的Target 那麼 例如我調整我們 剛剛 弄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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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你看到了 我zoom in的時候 它的Map顯示的所有東西 下面那個Innicator 就會根據Map顯示的這些Data 而去 有一個 更變 有一個 變了的 這些數字 會有變動 那麼 這一個呢 就是一個簡單 怎樣可以用我們的Dashboard 去做一個 Present 或者show 我們的result 那麼我其實已經 之前已經做了一個 那麼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Dashboard 那麼它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麼我們可以 在這個Dashboard上面 就比較這個 煤窩和東沖這兩個地方 收集到的一個能量 還有它有多少個建築 是適合去做這個 去安裝這個太陽能板 那樣的 那麼我們現在也看到了 有78個在東沖的建築 是適合的 那麼 以及收集到的每一年的Solar Radiation 總數都是比煤窩的多 所以 就可以透過這個Dashboard 去show 一個簡單的result 給我們自己去看 以及比較 那麼 接下來的時間 又交給Carol 好 那麼大家呢 看完這個Dashboard的demo之後呢 那麼我們呢 就會去下一個部分 那麼我們就會 highlight說回我們的Web App Builder 那麼Web Builder又是什麼來的呢 那麼大家剛才看到了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Map 加上不同的Widget 去做一個Presentation 那麼 那麼除了Dashboard之外 我們Web App Builder 還有我們的 等一下再說的 Experience Builder 也都可以做到 雙類型的 相似類型的效果 那麼我們會是怎樣做的呢 那麼我們就會簡單介紹一下 Web App Builder是什麼來的呢 那麼其實呢 Web App Builder 就是幫助大家 製作一個App 但是就不需要 一些Coding的技巧的 那麼怎樣做呢 那麼主要都是 把一個Map 加上一些Widget 上去 那麼這些Widget 就有不同的功能可以做到的 那麼我們也可以幫你的Web App 設定不同的Film Color 加一些不同的Content 然後配合一個Web Map 去展示你的Data 幫你的audience 可以利用這個App 去做一些簡單的Data Filtering Selection等等的動作 或者一些Editing的動作 那麼我們有些什麼的Widget 在我們的Web App上面 你可以加進去呢 譬如說 你可以做一些的Editing Smart Editor的Widget 又或者是Add Data的Widget 或者是去Filter 每一套的Data出來 做一個Near Me 譬如說附近有些什麼 找回附近的Data Point出來的一些Widget 也都會在我們上面的 那麼上面呢 有超過五十幾個Widget 你可以加進去 根據你的需要加進去你的App上面 那麼幫助你的用戶 在一個web-based的環境下呢 也都可以呢 用到我們Archist Online上面的Tools 因為大家可能有 剛才有留意到的 就會看到我們Online的Map Viewer 其實你需要Sign In 或者一些Credit 才可以用到我們的Analysis 那麼你可以利用這個Web App Builder的形式 加一些Widget 讓你的Analysis 都可以即場自己 就著Interest的範圍 去做一些簡單的Analysis 或者一些Selection的動作 那麼利用這個Web Browser 就可以做到相對次的效果 那麼除了2D的一些Map 你可以做成一個Web App之外 你也可以做一些3D的Web Apps 那麼我們的Web App Builder 亦都支持一些3D的Contact 你可以看到畫面 右邊看到一些3D的Web App Screen Cap 亦都展示了給大家看的 你可以看到可以做一些簡單的Scene View的動作 又或者是Compare不同的Scene 例如一個Development前後那個Comparison 又或者是一些Data的3D的Visualization 亦都可以利用我們上面有的一些Tablet 去做出來的 那麼另一樣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我們的Experience Builder 那兩個都是叫Builder 那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你可以想像是一個Web App Builder的進化版 因為剛才我們提到Web Web Builder 可以用2D的Data 也可以用3D的Data 但是Experience Builder 就可以一次過用2D和3D的Data 在同一隻App上面 那這個也是它一個最特色的地方 那還有它的Interface 亦都是比較現代感重一點 你可以用一個Jet & Drop的形式 就可以加進去 它的自由度都大一點的 都是一個幫你組織Web App的一個Plattform 你可以選擇你放些什麼類型的Component 在你的App上 那另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是一個 比較側重於Mobile上面的設計 那它是一個Responsive的設計 就是說我在一個PC上面 我在Computer上面看 而是一個樣子 那你也可以去設計在這個Mobile的器材上面 看是什麼樣子 或者Tablet的器材上面 看是什麼樣子 所以它也可以讓你自由地定義出來的 所以Experience Builder 亦都是一個 不需要Coding 或者是很少量Coding 已經是可以令到你 可以CREATE到一個 獨特的Web App出來 去Present你的Data 那你可以看到 你把Data放進去 我們的Experience Builder裡面 然後可以再根據你不同的器材 設定不同的一個Display出來的 不同的器材可以出不同的 可以讓用戶 這樣就不會 用戶在Mobile上面 可能看的東西 就不及在Computer上面 這樣就不會有這個情形出現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 Experience Builder的 Key Feature 那就是我們可以 跟我們原先的Web App Builder 就不同了 Web App Builder可能是 即使用一個Single Page 那我們的Experience Builder 就進化一點 你可以一個Page 或者多一個Page 去放一些Component 你不一定要是Map-centric 可能你就這樣 砌一些其他的 插件上去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要放Map 也可以 只要放Map也可以 你也可以用多一個Map 也會比較像現在新型的Apps 你可以在Fix Screen 或者Scrolling Screen 也可以 2D 3D 可以放在同一個App上 對於大家的Analysis 或者Present Data 是非常好的好處 什麼是很容易用的 一些Jet and Drop的功能 這樣拉下去 我們中間的畫面 就已經可以組好這個App 也是Responsive 到不同的Resolution 的Device 它會根據你的Device 的Resolution 展示相對應的Design出來的 我們怎樣去組織這個Experience Builder 首先你可以選擇不同的Template 之後就選擇一個Film 你設定好這個Template和Film 之後就可以選擇你的Source Data 就是剛才 你放上Arkis Online WebMap sorry Map Viewer裡面的一些Data 你可以放不同的Web Map 去組織你的App 又或者是你在一個Pro 好像Alex剛才那樣的Pro 上去的 我們的Online Platform上面的Layer 也可以作為我們的Source Data 又或者是下載 在Data.gov.gr 下載的Data 放上Arkis Online 之後 你也可以作為我們的Source Data 之後 你可以加上不同的Component 不同的Widget 跟你的Source Data 跟你的Source Data 做一個聯繫的效果 最後 你就重新你的Layout 不同的器材 可以設定不同的Source 給它 然後你就可以Publish 用我們這個Experience Builder 或者Web App Builder 組織出來 就是非常快速 可以組織到一個App 因為它已經有不同的Template 你也可以在Template裡面 再Modify 再Customize 然後就去到大家了 最想知道的就是 如何去做我們的Story Map Story Map是甚麼呢 我們如何組織Story Map 會在我們現在的部分裏面 裏面 Story Map 是甚麼呢 Story Map 是一個Web App 的一種 是一個很簡單的Web App 你就可以把Web Map 加上一些文字 又或者一些相片 都放在同一個App Platform上 然後就變成一個 Geography Based Story 去Present給你的觀眾看 Story Map 就很適合 例如Education Entertainment 或者Informative 的Purpose 去介紹給你的觀眾 和你想介紹的那些題目 Story Map是由甚麼組織的呢 我們由我們的Web Map 即是我們剛才放在 Web Viewer上的一些Data 加上不同的Multimedia的Content 例如我們Web App Builder 組織出來的一些Apps 或者我們的Dashboard 組織出來的一些Widget 我們也可以加上 Story Map 又或者是我們一些 的Video 一些Audio 我們譬如YouTube 的連結 也可以加上 我們的Story Map 做到一個Multimedia的效果 最後呢 就加上我們的User Experience 上去 就是利用我們的Story Map 所以就將Line者結合 令到我們的User 就可以很輕鬆地 在一個Plattform裡面 看到所有的Information 我們就會有 Interactive的Map 在我們的Story Map 加上一些Multimedia的Content 再加上一個很好的User Experience 很好的Interface 給我們的User 去搜尋我們的Information 跟我們的Web App 的Experience Builder 一樣 亦都是Responsive 的 在不同的Define裡面 亦都會 就住的Washsolution 去出不同的效果 出來的 你又不需要擔心 會不會 Mobile的User 看你的Story Map 的時候 之後的效果差一點 那就不會的 好了 Story Map 其實它裡面已經有了 所有不同的Builder Function 它就會幫你 去建立一個很engaging的Story 你不需要很特別 特別說要一些 GIS的要求 或者一些很高的Web Development 技能不需要 你利用你的Story Map 簡單 Jet and Drop 加一些Map 下去的功能 你已經可以組成一個 很漂亮的Web Page 出來的 不需要寫Scripting 不需要 認識別人 其他Coding的技巧 但是如果你說 我想的 或者我特別 喜歡Coding 也可以的 那麼 Mobile的Story Map 其實是Open Source的 如果你需要的話 可以上Git Hub 下載 然後Customize 不過要注意的 就是平時 我們Story Map 在我們的Plattform上 Jet and Drop 這樣砌出來 就在我們 Azuri 如果你在Git Hub 下載 自己Cask 你就要自己 找地方 這個就是 如果大家想 Coding 就要注意的地方 那麼我們Story Map 通常會怎麼用呢 就是 Communication Present 就是大家 我們在這個 Compadition 會用到的Present 或者一些 Slide Show 或者是 一些 Entertainment 悠閒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 Vacation Photos 這樣放進去 也可以的 那麼我們的Story Map 是怎麼砌出來的呢 你就會去到 我們的Story Map 的Web Site 我們用 Add New Story 這個按鈕 你可以開始 打擦 又或者是 用一些 現成的圖片 去砌你的Story Map 也可以的 那麼 那個自由度 就很大的 你可以加很多不同的東西 去豐富你的內容 又或者是 加不同的特別效果 進去的 那個Internative的程度 都很高的 那麼 你也可以 embag不同的東西 進去 例如像這裡 你可以把你的Story Map 進去 一些Twitter的Post 又或者 一些的Web Site 裡面也是可以的 還有你可以加不同的Style 給它 你看到 你可以利用 我們Film 這個 或者Cover 這些設計上面的功能 去砌一個 漂亮的Story Map 出來 Mash整個Style 好了 那麼我們剛才提到 可以Customize GitHub也會找到 相對應的Information 好 那麼大家砌Story的時候 譬如你想說 知道有什麼提示 想要的話 你可以去到我們這裡 有條Linkage 就是一些 Story Map 的 一些 砌Story Map 時候應該需要 注意到的Tips 它都會有不同的 Information 提供給大家 又或者你想知道 Story Map 究竟是怎樣砌 我們也可以利用 我們這個 Story Map 去介紹給大家的 那麼我們一開始 第一個步驟 當然是 加一個新的Story Map 然後呢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 我們就可以 開始我們的Story Map 那麼我們首先 就去StoryMap.Archis.com Sign In 然後你就可以 創造你自己的Story 你一開始沒有Story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Create New Story的按鍵 然後就會有 Launch Story Builder 這個 Animation 出現 然後你就會去到 你的 新的Story Map 那麼一開始 它就會叫你 怎樣去 Create New Story 出來 然後你加上不同的Title 然後你就可以 加上你的內容 下去了 那麼有什麼內容 可以加入 你會看到 是用一個Block的形式 去加入 你可以加入不同的部分 進去 不同的components 例如一些文字 一些的按鍵 一些的separator 或者我們的GIS Map 一些的照片 或者一些的片 你也可以加進去 又或者你剛才砌了 一些的dashboard 一些的web app 你也可以全部加進去 你用embed的功能 全部加進去 我們的Story Map 那麼就變成 在一個platform 就可以把你所有的 結果也是一次過展示出來的 那麼我們也有些簡單的 例如tags裡面的 一些styling的按鍵 可以按給大家 去配合你的styling 那麼你看到了 可以加不同的image 上去 也可以加caption 你要動它 也很簡單 一個jack and drop的功能 你用這個六個點的按鍵 你就可以把你的 content move around 那麼你剛才提到 你可以加一個map 那麼加map 你除了可以加 我們最傳統的做法 加我們online上面的 一些web map 上去之外 也可以立刻 建一個express map 你會見到 你可以選擇一個new express map的功能 然後你就會見到 你可以加這個map 加這個map 的時候 其實你只需要 回到你想要的範圍 然後就可以加一些 number point 一些line 或者polygon 去畫這個範圍 有些文字聲上的描述 也可以利用我們上面的 Adding Toolbar 去加進去 那麼你就可以很輕鬆地 做到這個效果 那麼你不需要 一定太多的GIS技巧 已經可以做到的了 例如這裡 我們看到我們加了個point 加了一幅相 下去 砌了一個caption 下去了 那麼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選擇不同的base map 我們一開始 default 就是一個灰色的base map 譬如說 想用satellite imagery 的 又或者用topographic的base map 也可以選擇相對應的 放下去的 然後 除了這些 圖片 一些 narrative 之外 我們可以加一些imersive 這些imersive 就會令到你的story map 更加去生動 譬如一些side card 一些slide show 一些slide show 一些swipe 和map tour的效果 你可以加進去 那麼這些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逐個講一下 那麼你會看到 我們有一個side card 那side card是什麼呢 那其實呢 你就可以選擇在你的圖片上 加一個scrolling的 一個block 去加其他的information 去幫你去 describe你的圖片 你會看到可以有floating 或者dark的形式 那你會看到 譬如我想介紹一個地方的heritage 那你可以加回文字 在我們的左邊 又或者是一些相片 一些hyperlinks 可以加進去 又或者用一個map tour的形式 用一個slide的形式 去顯示不同的畫面 譬如你scroll down到這個位置 scroll down到不同的description 那麼它右邊的圖片 也會相對應地跟著去改變 那除此之外呢 也可以加這個map action 那map action是什麼呢 那好像一個hyperlink的形式 那你把你的text 加了這個map action 你可以click on it 那譬如一些button 一些text 一些title 你click了下去的話 它就會zoom回到 map相對應的位置 那待會我們Alex 都會再詳細示範一下 這些究竟是怎樣按出來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裡有不同的map action 去讓你configure 可以組裝到不同的效果 這裡也是一個很好的example 顯示給大家看 那些floating 或者docking的panel 究竟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你看到 不斷的scroll down的時候 我們的map 都會隨之而改變 我們的information 也會相對應地 去referent 改變出來的 你看到是非常interactive 還有slide show 也是非常類似我們的site card 效果就會有一點點不同 你可以看到 可以加上這個文字 在畫面不同的位置出現 隨著scrolling的動作 它就會出現不同的information 對於presentation 就很好用 然後還有swipe 這個功能 swipe也可以加上 做一個compare version的動作 你看到 before after的satellite image 或者before after的analysis 也可以加進去 可以加一些照片 或者去webmap 去做一個swipe的動作 或者我們傳統一些的map tour 也可以的 大家也可以去到我們 powerpoint的slide裡面 去到我們這條link 更加詳細的 去了解我們的storymap 最後組裝好些東西 你可以share出去 給我們的public 任何人有這條link 有browser 有internet 就可以access了你的storymap 看到你所有的result 這個就是我們的storymap 怎樣 怎樣組裝出來 以及一些basic的功能 是怎樣做 接下來我們就會交給Alex 他就會做完我們的solar power potential 的analysis 放完上去 rjsonline 組裝完dashboard 我們怎樣把所有東西 全部加進去我們的storymap 那裡 Alex就會做一個示範給大家看的 麻煩了Carol剛剛這麼詳細 和我們介紹這個 怎樣去建立一個storymap 和storymap裡面的基本功能 我們接下來就會再到我們 這個adjsonline 去試一下建立我們的storymap 我們也是在這個adjsonline 用這個webwap的button 我們剛剛相信大家都在我開這個dashblog 都會留意到 其實都會有我們這個storymap的button 在這個位置 我們可以按下去 開啟storymap的page 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可以選擇 這個new story 在這裡 它就會讓你選擇一些quick start 或者你想從頭到尾開始 我們就選擇這個start from scratch 那麼我們開始了一個新的storymap之後 我們就首先要給一個type 圖我們的storymap 其實我之前已經建立過 那我就不重新打過了 那我就在這裡copy and paste 那我給了一個type圖之後 下面就可以給一個簡單的 一個summary或者abstract 那它這裡其實有一個限制的 它那個指數有限制的 那你其實如果你繼續打下去 它去到一個位置就不讓你繼續打了 它這個位置就已經是盡了 那它就不會讓你整個storymap的 開頭就不會太累積了 那就幫助到大家可以 show到一個比較吸引的storymap 然後我們設定好這個covered page 那我們就可以簡單加一些內容 例如我們想把我剛剛做的 所有這個soil power potential的estimation 整個過程做一個lab report的形式 這樣去present給我的一個同學 或者我的老師看 那我可以首先就加一個 例如introduction的session 我們可以在這裡加一個introduction 那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之後可以再加上其他introduction的內容 那也是我之前做過的 那我也免得重新打過了 那你看到我們introduction 和我們這個introduction的下面的內容 那個大小是一樣的 這樣很難推分它那個 哪一個是typo 哪一個是這個type的內容 這個session的內容 那我們可以怎樣去把這個introduction 轉為一個type 或者一個session 那我們要highlight introduction 然後在paragraph這裡 我們要選擇這個heading 那它就會整個字變成粗體 然後放大 那現在它就會是一個session 這個introduction 會是整個session 那下面這些字 就會keep original 那就會是under這個introduction 的session 那我們之後就加另外一個session 例如我之後就想這個 關於怎樣去一個video 展示給大家看 怎樣可以做回我一個soiler radiation的過程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加進去 那我們加完之後 其實就可以imbed一些page進去 例如我本身就會有一個calculate soiler radiation的一個page 上面有一些video 簡介為何我們用RGS Pro 可以方便到我們去calculate soiler radiation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page的url 就直接imbed進去我們這個 加進去這個story map 那我們只要在這裡把這個url 加進去 那就會把整個page 加進去 那我們除了可以加一個page 也可以加一些video 例如我們剛剛看到的page 會有一個youtube的video 那我們可以去一下那個video 那我們直接copy這條youtube link 或者你自己有 你們學校有一個server 或者保持著video 那你有那條link 也可以用一個video這個funktion 加進去的 甚至如果你自己record完一些video 你可以save在你的電腦 那你就可以browse上來這個 你可以browse your file 可以加進去這個story map 那我們就現在加一個youtube的video 進來 那現在我們看到了 就會有一個page 然後下面就會有一個video 那就可以讓我們很快地看回 一個怎樣去calculate 這個soiler radiation的過程 然後我們下一個想加入的 就可能是我們整個做的一個文字描述 一個過程的文字描述 那我們就可以加一個methodology的session 那我們先加一個test 我們加了這個session之後 那我們就要加回每一個整個 所有做過的過程了 那麼 把這個過程全部copy下來 這個我已經summarize 我們做的所有的過程了 因為它的數字 有些字就比較多 那麼 我們其實在原本 如果我們加入的時候 會是跟這個subtitle 會是跟我們這些內容的大小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其實都是跟這個 做heading的動作一樣 highlight我們的subtitle 在paragraph 選擇這個subheading 那麼它就會變成一個subtitle 那麼就可以讓我們區分 分析這個methodology 的session 裡面的其中一個部分 說回我們怎樣去create 一個soil radiation layer 那麼好了 我們做完這個簡單的 加完一些內容 一些我們文字描述我們的過程 那麼我們可能就會想 加一些result 那麼我們之前做了三個result 有一個就是一個webmap 就是關於我們這個東沖的這個 適合去 install 這個太陽能板的一個building 的一個map 另外一個就是煤窩的 還有一個dashboard 那麼我們就可以把這些result 用一個sidecar的形式去show 那麼我就在這裡簡單做一下 做一個sidecar 那麼我們就會想做一個faulting panel 的形式 那麼我們就選擇完這個 這個形式之後呢 就可以在這裡很簡單地 按這個app media 然後就選擇我們的app map 那麼在這裡可以很快地 我們選擇我們想加入來的map 加完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些setting的 那麼例如可能我們想去focus的area 例如我想去一開始zoom大一點 或者加一些bookmark給他 這裡都可以setting的 那麼如果你滿意你的setting 之後你就可以place map 那麼他就會把它加進去 我們這個sidecar的這個function裡面 那麼下一步呢 我們就加上另外一個煤窩的那個 那個地圖進來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 下面sidecar就會有 只有一個slide在這裡 那麼我們需要加另一個slide 才可以add另外一個地圖進來 那麼我們也是做回類似的動作 add map 那麼我們這次就選擇另外一個map 我們需要加進來的map 我們需要加進來的map OK了 那麼這次就是東沖 那麼我們paste map 那麼我們去paste map 那麼我們看到呢 其實加進來之後呢 它有一個位置叫continue your story 那麼你在這裡就可以打回一些文字 例如可能 describe你這個 這個 這個地圖是有什麼內容 那麼你想讓大家知道的一些information 那麼我例如可能就 一個簡單的一個 簡介給他 那麼我另外一個煤窩的也給他一個 那麼其實呢 那麼這裡的slidecar 關於在slidecar上面add map 就是算是完成的了 那麼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一個result我們想show出來的 就是我們這個 剛剛建立的這個desk block 那麼我們呢 就可以呢 都是用回類似的方法 就加回一個新的slide 然後呢 然後呢 這次呢 我們就不是add map 我們就是add一個 embag的一個方法 去加我們這個desk block的link 進來 或者你可以加image 或者video都可以 在這裡 那麼我們這次就只加一個desk block 那麼我們就可以copy 我們desk block的那條link 那麼就放回去這個 add embed的這個box裡面 那麼我們可以按add 那麼它就會出了一個desk block 在我們這個sidecar上面的 那麼你看到了 那麼其實呢 這裡也會有一個提示 當你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它會說呢 你可以在這個desk block上面 做一些internet的 那麼例如可能我想在這個desk block上面 zoom in這個地圖 那麼我可以在這裡做到 那麼它下面我們原本set了一些filter 或者interactive 也都會因應我們zoom in zoom out 去立刻做一個變動 那麼或者如果你覺得在這裡看很細的話 那麼你其實可以按這個open live content 這個button 那麼它就會立刻彈回我們去那個page 那個desk block的page那裡的 那麼基本上呢 這裡我們算是一個完成了整個 一個lab report的一個設計 那麼你在這裡呢 我們可能再想去做一些更加方便一點的function 例如可能我們想加一個navigation 我們想按一個那個 例如我們想直接跳下去result的部分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需要去到design這個位置 那麼在這裡呢我們要開這個navigation 這個navigation呢 那麼它就基於你這個heading 那麼如果你那個文字是set了做heading的話呢 它就會在這個navigation那裡出現 那麼然後呢 然後呢你也可以剛剛 剛剛 Parel也介紹過了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theme 那麼你就例如可能我想轉一轉它的底顏色 用上不同的這個字題 那麼我也可以在這個design的這個panel上面做到 那麼這裡呢就是一個covered page的選擇 例如可能我想加一張照片在右邊的 那麼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side by side的這個 一個的一個covered page的design 那麼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在這個covered page的右邊加一些image 或者video也可以的 那麼這一個就是簡單關於我們怎樣可以去設計 一個story map的一個過程 那麼剛剛也說了 如果你做完所有你滿意你的story map 你就可以publish你一個story map 那麼你可以publish去你一個 你們學校啊你們organization裡面 或者可以publish去everyone 那麼你publish完之後呢 那麼它就會其實就會多了 就會有一條link 那麼你可以share一條link給你的 給你的朋友啊或者給你的老師啊同學 那麼它就會可以按一條link 就可以去到你的story map 那麼這個呢就是一個簡單的 怎樣可以在我們這個story map 怎樣可以在我們app.js online上 開我們story map這個webapp 然後做一些story map design的過程 那麼之後呢 之後的時間呢我就交回給joy 好了 那麼今天的時間呢都很充實啦 那麼趁還有一點點時間呢 其實大家看一下有沒有問題 那麼可以在個checkbox裡面呢 可以打回你這個問題啦 那麼不如今次我就用最後的時間呢 然後我們show一show我們上年的 即是得獎者他的story map 給大家看一下啦 那麼上年的得獎者呢 他就用了香港的一些交通黑點 去找出香港哪裡是最危險的 那麼他就用了GIS 我們一些不同的tools 去特別用了Hotspot 和一些Hotson 去做analysis的 那麼就像剛才Alex這樣說呢 他這個圖 這次他就放了左手邊啦 那麼右手邊呢 就是他那個presentation的title 那麼然後呢 然後呢 下面呢就有一個introduction 那麼他呢 有利用到一些的charting呢 就去幫他去講他這個analysis 和故事的 那麼你見到他旁邊呢 有些文字啦 那麼一邊scroll down呢 就去explain他旁邊 所想說的東西啦 那麼一個story map呢 當然要加一些不同的maps 下去啦 那麼他自己就做了一個 即是traffic crash 的location 即是2017年有的一個 traffic crash 的地方 就可以在圖上顯示 那麼這個地圖呢 就是interactive的 那麼這裡又用到一些的heat map 那麼可以看到哪裡 是最多交通黑點 因為現在見到是九龍區 還有就是香港島呢 就是銅鑼灣啊 灣仔啊這一帶呢 其實都是比較多交通黑點的 那麼他都用到 看到用了很多不同款的一些 的base map呢 去幫助他去將這些數據呢 是顯示出來的 又見到一些的network 那又做了一些analysis 那這些每一個point 都有他自己的attribute的 然後加了一些很震撼的相片 然後再說他一個交通事故 那這裡就有說回他的methodology 是怎麼做的 那一些workflow 那就大致上就 那這個story map呢 就 都是看到有很多圖啊 照片啊 很多interactive的東西 那還有哪些 哪些的路口是特別 就是最多意外發生 那 那麼呢 現在我就 剛剛我們也提過了 我們有一個polling的時間 想大家 就是利用現在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有些問題 想看看大家對於 就是今天 或者大家有沒有興趣 去參加這個YSA的 那如果我請同事 幫我按下一個問題出來 好 現在大家是否看到畫面上面 有一條問題 那就想看看 那大家今天呢 就對於 我們今天 Cover過的一些 的session 例如Archis Pro的demo 就是一開始 Alex幫忙做 Solar Radiation的那個demo 那大家 比較 覺得 Map Viewer 就是這個東西 是有興趣一點呢 還是 這個operation dashboard 呢 還有 還有 有一個session 就是 有一個Experience Builder 和Web App Builder 就是用一些不同的ridget 去組織這個 Web App 最後就是Story Map Story Map 會不會是 你最有興趣的地方呢 現在大家可以 可能有十幾秒的時間 讓你們去投票 我看看 投票的 結果是怎樣 有50% 看看 最多人投票的 是Archis Story Map 是的 然後 我們有第二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想看看 大家會不會參加這次 Young Scholar Award 你可以答 Yes 會參加 很有信心 或者是No 好像 都要有些時間預備 又或者是Not Sure 就是想想 不過時間 都要開始預備 看看大家 這個不記名的Polling 投票 看看大家有選擇什麼 又是給大家十幾秒的時間 給大家 好 好 見到答案 了 大多數的朋友 都好像是Not Sure 還沒想到 希望今天給大家 學到更多JS的技巧 應用到之後 希望大家可以積極和踴躍去參加我們這個比賽 因為這個比賽 其實 首先 就是 你的作品 都不會看到你的名字 最後 我們評判 評審 如果你贏了 孤雅貴君 或者你贏了 一些設計的獎金 我們才會把你們的作品 可能寫出到我們的網站 或者社交媒體 所以 絕對不需要害羞 如果你說 我未必會做得 覺得做得很好 或者 可能不給剛才的Story Map 我沒有這麼有信心 也鼓勵你 趁著這次的比賽 去試一下 去用一下我們JS 去做你第一個Story Map 接著 有最後一條Polling的Question 現在應該 出現了你們的畫面 我也想看看 大家對於 ArpGIS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所有這些 Tools 或者其中 JS的Tools 大家之前 有沒有認識 或者有沒有用過 你可以選擇 完全沒有接觸過 或者Beginner 有接觸過 學校有學過少少 或者Intermediate 是 都覺得 都挺上手 用得不錯 或者是Advanced 就是 已經很熟 或者很更新的 我都經常 有去進修 去學的 看看它的結果是怎樣 不錯 看到大部分 都是Beginner 和Intermediate 可能大家在學校 都有學到 或者有用到 在這裡 感謝大家 這次參與 這個Polling Session 現在 在進入Q&A Session 之前 想 展示 展示 這個項目 對不起 對了 最後在這裡 如果大家對於 這次的 Young Scholar Award 這個比賽 有什麼疑問 或者是 我不知道是否合資格 或者 我又有些 License 可能 學校未必 可以提供到 我又想 有一個License 一個Advanced 的License 去參加這個比賽 那你就隨時打 這個電話 或者Email 給我們 Event at svchina.hk 可以找回 我 或者 我同事Ivy 去查詢 還有 提供大家 4月21日 6時 香港的時間 就是最後 summit 的deadline 還有 在你們的作品 就不要加回你的名字 不要提到 你學校的名字 你就可以 作一個名字出來 去交 那 如果今天 我們會有recording 因為今天 都比較豐富 可能 內容 大家 很想再重溫 的時候 我們會把我們 錄影的片段 稍後 就會跟 我們今天 提供過的 一些 PowerPoint的 材料 是會一起 發送Email 給大家的 如果你們說 有些同學 今天可能 撞了上課的時間 就不能加入 你都歡迎 把這個Email 和材料 分享給你的同學 好 好 最後 感謝大家 今天的參與 希望 可以看到 大家 積極去參加 我們這個 Young's Followers Award 還有 希望看到大家 可以交到更多 精彩 和智慧城市 有關的 一些Story Map 給我們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這個時間 來到這裡 走了